各位裏 各位居民 大家好 我是停管處羅部長 我來為大家說明一下廣磁國外院 拆除之後臨時平面停車場 它的廢率問題 那在之前我先提一下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大道路96項之後 停車格會取消 然後它會變成一個紅線 這部分停管處會答應大家說 把那邊的停車格 就是相同數量的改回到周邊的項道 我們可能會取消 就是暫時取消部分的紅線改成停車格 施工完之後就會把它復救回去 第二部分就是有關停車費的問題 因為這個停車場 比較臨近初光公園的地下停車場 所以它的費率是參照 初光公園的地下停車場 然後月票的價格再降一點 臨近的部分跟初光公園一樣 8到20 8到20是計時性貸幣30元 20到8計時性貸幣10元 那它的全力月票每月新台幣5000元 所在里就是信義軍大人里 月票有7折優惠 然後300公尺裡面的優惠 松光里松龍里中波里跟大道里 價格是8折優惠 那身心障礙優惠月票 就是上面價值的半價 協助自己進行貸幣 下車 都要給我 都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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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們的停車費率,因為我們的工程最快也是9月25日才完工 但是剛才前面提款書有先生講過,階段性在拆除工程的過程當中 現在在我們配合工程取消的停車會可能會在其他的紅線補足回來 但是我們拆除完成之後的停車費率,如果各位今天認為這樣子的費率還需要調整 可不可以麻煩把你們的方案先提供出來給我們警管處這邊有沒有辦法 否則我們在這邊可能沒有辦法,大家得到一個共識 李長 請教一下,因為我們這是零點啊,照常理想不應該跟那個中華公園那個那個費率一樣 應該還要低一點,因為地方上就是已經給地方上大家帶到很大的困擾 不管是聲音啊,或是灰神啊,所以應該要再降低一點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合理的,因為這也是臨時性的嘛 那兒後嘛,你真正有正式的停車場,那我們比較跟那個雙方公園那邊發講 我意思是講,這段時期是應該把這個費率再降低一點,謝謝 好,那個,有關停車還是那個蔡體長 好,待會 發謝,舉站 那個各位長官,這個停車位我跟那個那個中榮里的房秘長是一樣的 舉站給你講,他這個是臨時性 而且剛才大家這麼踊躍發言就是說 對周遭的噪音啊,飛塵啊,還有交通的不便 所以我希望停廣處,你就是不要比照 而且周遭光園是室內的,你這個是落天的 而且你又是臨時性的 而且臨時性裡面,這個在施工以後會造成 大概兩三年的周遭很大的影響 那杜花集也不可能說花給你們家灰晶飛塵 都有補貼你去清潔會 那你乾脆就用這個停車會 這個不要再比照那個村官公園 這樣是不是對周遭的老百姓才有感覺 是不是,影響這麼大的 希望它有一個變通性 匯率這樣不太合理,謝謝 我建議啊,你那個 所在裡啊,是不是改成景陵裡 這是相陵的裡 所以這個應該是 其實景陵最多的,剛剛我圖也指出來了 跟大人裡是景陵最少的 是大道裡是最多的 中坡裡是其次的 所以我的意思說是應該景陵裡 信譯區 大人裡、中坡裡、大道裡 那你們定價多少呢 另外一回事 可享月票七折優惠 那你的所謂三百公尺 優惠裡 那松榮裡 松榮裡、松光裡 還有一個中型裡 這個如果你要算距離的話 中型裡應該也要算進去 這個八折還是幾折 收費多少錢我是沒有特別的意見 因為你所謂所在裡是行政區劃分 但事實上我們是應該以地形來看的 以上建議,謝謝 各位有關於停車費率的指教 我想費率可能基於管理上 停車會的流動率 如果不收費的話 可能沒有車就會一直載 所以我們還是會適度的 著收一些管理費用 這個要請大家能夠包含 那至於費率多少 這個我想剛才我們停管處的同仁都有聽到 那當然如果各位 如果可以提出你們的建議的話 我們這邊也可以作為窗口 把你們轉停管處 演繹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費率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表定的議程 在7點50分 我們大概就要開始先進行 下一個階段有關於 我們在7月23號的規劃設計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跟各位未來的使用息息相關 那是不是這個 其實還有針對費率或拆除的部分嗎 我們是不是懷念 我有一個建議 工程先行 費率再談 因為這還要再溝通 應該有一個公平原則 應該有一個合理原則 因為這是個公共事務 公共事務各位剛才原則 我們都聽到了 市府 停管處等 我們好好地談 但今晚我們這個議題都聽到了 我們再回來談 工程先行 謝謝 既然大家都可以同意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先進行 第二階段有關於 我們規劃設計的調整方案的說明